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宝局 又是我Marco和大家继续分享期权策略 今天可能会讲一些期指的事情 在之前提及到的情况来说 我自己是倾向的,7月之后才重点开仓 但如果节目要我讲的话 那时候也和大家分享过的情况来说 就是2588,16点以上 南普将6月份较为200点恍之期权 或者等隐身部相对性偏低的情况下 同时开下个月,即7月份,800点恍之期权 但如果你问我倾向来说 我最近短炒多,炒期指 然后在7月份,等转差水平 或者进一步的释路 才进一步的部署 我自己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最近的焦点 昨天世界估股灾 市亦正正在我之前提及的位置 258,16点以上 很明显地出现一个沽压 那接着市场呢 在星期一 和大家说说李隆诚应该进了市 做长期的情况下来说 就一直在星期二夹高一点点 之后就看得到今天 最低位是25569点 那在价外200点的恍之期权来说 当那时候是25800 或者长期的价格是25600 那你隆诚你怎么也好 今天一定是take the profit 的了 赢钱就紧的了 只不过问题在于是你赢得多 还是少 即是你如果时间点控制得不好 那你可能赢得 一倍多少少 return 如果你赢 时间点控制得好的话呢 其实你要赢大约两至三倍 return 都不足够的这一转 不过呢通常这些这样的机会 你说在奇权的世界来说 你说赢一倍以上的机会 说真的 我自己来说 价格中都不足够 最多的问题就在于 始终这一类型的机会呢 去求入那个 即是你风险相对性来说 比较大 你真的预了一个叫做 输了的情况下去搏 那所以呢 就算赢都好 纯粹你说回报率 是赢得多 但是因为你求入的资金不多 因为你怕输 所以始终你不会说是赢得多 那相反来说 其实我们做trade 求资来说 反而有时要留意一些机会 就是如果真的找到一些 很重要的机会 那你是求大部分的资金 而相对性来说 它那个回报未必是大的 但是因为你本身求的资金 是相对性来说 比较多的情况下来说 它往往 正数赢回你的钱 是会比这些细细段 配计的return 是更加之大 那这个你值得留意 那我自己来说 我就正如我之前 是节目一直以来 都有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 如果之前都是没有 在下面存些好仓 存下去 我希望 我自己希望 在未来的市场 有一个比较明显 就是回调整 之后呢 叫大家 宠着收集货 就是说我刚才那样东西 宠着是很重要的 宠着收集货 博未落大市 再中一步向 28000点中法 但是不是现在这些位置 才去高追 而现在这些位置 我都强调了很多次 做淡仓 我倾向少住 或者不做 但是 如果有好仓 握手 我现在这些位置 我会倾向做一个 减刺的动作 那 宁愿让我试 真的再突破高位 我才再追 但是我自己主观上的看法来说 我谈过大事 先回调后向上的情况 那 刚才在期权那个 那个 Long Put 教育200点末日 期权Long Put 教育200点 我提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时间点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 这一转 教育200点 就怎么都赢了 但是时间点长得好 就是开仓的时机 再压得好 的话 可能会开得漂亮一点 那拿两至三倍 Return 不足够 时间点再压 不好 就可能只有 一倍多 松一点的Return 那所谓这个时间点的东西 不多不少 那就涉及多 多少少一些 一些即使炒卖的技巧 那在 刚刚过去那个礼拜 六 在同家所搞了一场 时间上 纯粹说 我自己 我手尾长 最后一个部分 我时间上非常之 闯粗 就不能够很详细地说 那技巧 我只是说了一些 重点的入试方法 但是都说得都比较闯粗 但是anyway 就提及到方法 就是你 坦白说 最辛苦的是我 研究是最浪费时间的 但是当我说的方法出来 就正如在上一次节目 跟大家说 一个普通三年级的小孩 都学得懂的方法 但是 研究就浪费最长时间 而在根据 港座的方法来说 那时候也提及过 在上次节目 星期六搞港座 那我不会知道 今个星期一二三个走势 星期一都跟你说 完全根据方法来说 无论你用旧方法 就是我以前所说五分钟台 还是新的方法都好 其实在星期一的窗来说 都一定是赚钱的 那一转大约赚几千元左右 四千多元 如果你说赚到中 如果用在昨天星期二和今天星期三 这个走势的情况下来说 如果你用回方法来说 都一样赚钱 不过这个情况下来说 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提及过的情况 就是说 你如果继续用我旧的 十五分钟铃底 五分钟铃的方法 情况来说 那就 星期一的情况下 的确是用旧的方法 是会比新的方法 入市 入得理想的 但我星期一也和大家说过 就是说 不是代表 新的方法不好 因为新的方法 有时会入市 入得更加美 最重要的是 它稳定性强 保持着 不停赢钱的机会 是相对性来说 比较高的 那 Exactly 用同一个方法 我都看过这两天 星期二和星期三来说 昨天 世界股灾当天 如果用旧方法 那时候 就红色占了这些 位置 入市 所以位置其实不高 但如果用新的方法 即是星期六 我所说的 其实就是绿色占了这些 位置 入市 去到大约跌穿 25803点 入市 相对性来说 轻轻松松 可以给你 赚三千多元 去到今天 如果以往 我一直以来 有教过15分钟 顶底的方法 来说 那 红色占了这些 就是旧方法 是 入正的顶位 即是坏了 我也很老实 那 如果 是用我星期六 在星期六 和大家教过新的方法 来说 那就入得漂亮 25680点 估期之下去 那就又是轻松地 赚几千元 我 星期六 我讲讲座 我不会知道 今个星期一二三个走势是怎样的 但是 情况来说 都可以轻松地 用一个新的方法 就叫做 送些钱给大家 如果大家乖乖地 有跟障方法去做 刚才说到 期权 long put 教过两百点 时机的问题 即是timing的问题 所谓timing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 如果你看回 期权金的情况 我没有说出来 一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在星期一 临收市的时候 那时候开仓 因为那时候 林收市 那时候升穿了 星期四个订位 那时候我看到 有这些位置 就开仓 long put 到今天 去到256个位置 去平仓的情况下 你就大约赚100点 期权 但是 如果你在之后 的入市 因为时间值 相对性来说 一直在收缩 在之后 这些位置入市 你就会赚得更加之多 你开这些 末日期权的情况下 配合一些 期指即市的 炒卖的机会 那不是做期指 是long put 期权 那你赢钱的 百分比的幅度 会大很多 因为 我赠了这些节目 跟你说这些位置 去到某些位置 就建议你开仓了 但现在你做期权 在末日期权 你有好几个问题 你要留意 期权呢 我一向都不建议你 是拿来做即市买卖 因为 不好处就是 它买入价 高出价相对性来说 比较阔 那你如果拿期权 做日期权 即市买卖 其实成本是高的 但是譬如 好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你炒末日期权 说真的 你入市的时候 你都预算输了 中就中 不中就算 你是这样的心态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末日期权 再配合期指即市的方法 去玩一个比较理想的 有点入市时机 那你赚的幅度 你会容易找到 一些漂亮的入市位 去入市 然后就立刻赚钱 因为我的其指方法 有很多时候 你会见到的情况 就是一日即爆 无论今天 星期三 昨日 星期二 和星期一 都是这样的情况 配合期权 在末日期权的情况 最怕是什么 开船 时间直选好 但配合其指方法 一入即爆 就会令到 受时间直选好的 机会率就小了 那也有些人问个问题 就说 喂 我期指的方法 阿新的方法 很好 很正 很好用 但是 什么情况下 会平仓的问题 说真的 我在新闻达家庭所说的 情况来说 时间相对性来说 真的极度有限 我不说得很详细 但是一般来说 其实 就算去到我现在 我自己不断地 研究 用很多不同的 其权也好 其支也好 世家股也好 其实在我角度 最难处理 就是什么时候 评出你的问题 很老实地跟你说 所以一般来说 譬如我们去定立目标的位置 都是几乎的 去到最后 都是用一些技巧的方法 去到一个初步目标的位置 然后一路一路推纸 赚下去 譬如如果你说 要我很简单去判断 我都是那一句 如果我用有限时间来说 我就是先找一个 指示空间 比较小的入市位 入了市位 之后 更可能 就会做一个推子站的动作 令到自己的盈力力不失 我只可以 如果用短时间来说 我只可以这样跟你说 会不会是可以找一个 大的机会到达的位置 去做平仓呢 有的 但是 节目这么短时间来说 我就说不到给你听 我只可以这样说 另外 你说大市的走势来说 补充一点点 我今个星期五 三十号 就放假 所以下个星期才会见大家 对于大市的走势 暂时来说 我都是在等 正如上次做节目 跟大家说 留意着 6月9日 4月5日 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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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说 倾向向下走的机会 但是之后才会上去的 我看错了之后 没有 那就突破了6月9日 顶位就再高追回 但是我自己也是坚持着先回调 向上的机会比较大的 留意着这件事 在下个星期一 见大家的时候 当安全差水平出来了 有中一步的识路 那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